您好 歡迎收看7月2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為了推進環保生態推廣教育 建立慈善關懷還有防災合作機制 7月2號上午 花蓮縣政府和慈濟基金會 共同簽訂了合作共善備忘錄 期盼從8個面向要進行政策計畫 努力推動花蓮成為宜居全縣 為促進環保生態推廣教育 建立慈善關懷及防災合作機制 2日上午 花蓮縣府與慈濟基金會在縣府大禮堂 共同簽訂合作共善備忘錄 期盼從8個面向進行政策計畫 藉由跨界合作 為花蓮縣努力 打造花蓮成為宜居成縣 要代表四大志業體能夠感恩 花蓮縣府所有主管對慈濟的支持 那實際在這邊當然是大本名 所以我們也會 其實這個月也是全台灣最豐厚 最合作範圍最廣 最深入的一個月 所以也是希望我們都跟縣府一起來共同推動 互相成就 我們花蓮縣政府所有可愛的家人們 是不是我們這個大聲的掌聲給我們慈濟人 好不好 謝謝慈濟人 謝謝各位 未來各局處我想會有更多 更多細項的這個盟約會把它簽訂起來 因為既然簽了我們就要落實 而花蓮更是我們要朝向我們的綠色城市 合作共善備忘錄 內容包含慈善關懷、防災教育、救災合作、 醫療衛生與長期照護、 教育支持與發展、公益人文、 生態環保、國際合作與交流 縣府各局處將與此季有更多合作 提供獨居、弱勢、貧童、長者等照顧關懷 應應社會所需 記者蔣邦彥華聯士報導